而全球景气回温今年第一季感受最深刻 而且明显的应该就是工具机产业了 在上个礼拜台北国际工具机大展买气强强棍 包含了陈泰 雅威 东台 台中京机跟上瘾等等 接单都传来了好消息 最大的参展厂商永江集团 累计五天就接到了新台币11亿元的订单 是最大赢家 上瘾董事长卓永才也指出 今年台北国际工具机展人气买气都超级旺 尤其是国外的买主比预期的还要多 对于智慧制造跟工业机器人的询问度明显暴增 甚至有中国大陆的买家直接抱着大把的现金来要货